香港人口怒化 加上近年政府推行基层的医疗 令社会对物理治疗师的需求有增无减 为了配合社会的发展 解决人才方 香港公开大学推出了物理治疗的课程 这个课程注重学生的基础理论 技巧和科研 我们是人的角度出发 令学生明白和学习 如何利用物理治疗 去帮助老、中、清 和有特别需要的人士 例如老人家有关节退化的问题 都市人有劳损 运动创伤 有些小朋友有发展迟缓 另外我们以小班教学 让学生在技巧方面更加容易掌握 科技越来越进步 物理治疗和大学的课程都要与时并进 我们的教学是配合这个科研 启发学生的思维 令他们探索出新的领域 学生要学习利用尖端的科技 为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 而学系运用这个数码虚拟解锁系统 配合真人的尸体 让学生更加准确 和细致地了解人体的構造 另外同学会在新乐城 赛贸会健康护理学院上堂 公开大学更投资超过2000万 来天智先进的教学设备 令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和体验 学习物理治疗 当然不能止上堂兵 我们会安排同学去到不同的地方 包括医院、私人诊所等 进行超过1000小时的临床实习 令他们累积足够的经验 社会对物理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就业率前景是非常乐观 其中学生经过4年的学习之后 在理论、技巧、实习经验区备 毁业派能够一展所长 或有需要的人服务